好,今天就和大家說如何做Google Analytics 首先你要去Google login Google Analytics或者Google分析有另一個用戶 但要通過Google account去建立Google Analytics的用戶 首先開個瀏覽器,然後輸入網址,就是analyticsgoogle.com 進去之後,如果你還未有Google分析的用戶,就要申請一個 我就嘗試申請給大家看看,按申請 然後你會看到,要你給他一個賬戶的名字 我就給我們Course的名字,給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就relout 我的網站的名字,我叫Church Tag 這個網址,這個要注意,就是你們的Webly 或者你用其他網站的網址 我就用HTTP 這個產業的類型,可以放置其他 其他,時間香港,這些全部我就拿走 然後就取得追蹤ID,這個就是你的Google Analytics 內的account的ID 然後我就建立了 那它叫你接不接受它的條款 那我就接手 等一下呢,它就會成功 那你見到呢,就已經成功建立了你的追蹤ID 就是這個,UA的數目指,一組數目指 那你見到下面呢,它就會有這個 叫做 一個代碼的,那個網站代碼 那如果你想收集它的Analytics的數據呢 就要把這個代碼放入我們的Webly的網站裡面 那首先你就按一下,然後就copy了它就可以了 複製了就可以了 複製就是Ctrl-C 然後複製了 那現在可以拿著這個,就進去Webly網站 就放這個,那現在就去Webly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開這個 這個吧 Webly.com 那記得我們去我們Webly建立那個網站 好,我們現在進了Webly 上面呢,有個設定的 那就按設定 那左邊呢,有個SEO的 那就按下去 那SEO裡面呢,有個頁尾的代碼 那我們就放進去,那就OK了 那我把剛才在Google Analytics的代碼 把它增加,然後把它放在去那裡 首先我們去Google分析,裡面有追蹤碼,左邊按首頁,首頁下面有個即時,總欄 同學問我們如何檢查,這個Google context是否成功建立 首先看到我們的即時,即是realtime,總欄現在沒有人進入網站,所以存到0 剛才在weebly建立後,我們就嘗試去一下網站,我應該會看到活躍使用值由0變1 按下去church tag,weebly,按下其中一個news,這樣 你見到Google分析,它就會變成1,目前,這個就是我剛才按下我們page那裡,有個網站看到的東西 或者再試吧,我們去home,去到那邊,可以看到裡面都是按一按的 那都是1的,因為我是同一個用者,但你見到這個網站呢,它就會多一些的顯示出來 那就是這樣,如果你看到這個有數字升了的,而你去到你的網站就發現了這個 成升了的網站的,叫做活躍使用者呢,那就代表你成功了 那我們稍後呢,在課上呢,都會說回怎樣去運用的 那Google人的lictics 其實有很多的功能的,我們只是想介紹給大家基本的功能 或者是怎樣去收集數據和去分析 那多謝各位狂獲,那希望這個教學幫到你們啦,拜拜